人们经常问我是什么导致了我的抑郁症 回顾过往生活中并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刺激因素或者危机 比如丧偶或者是失去了稳定的工作 我被诊断为忧郁型抑郁症 一般认为这种抑郁症多源于生物性因素 尽管如此我也能清楚地看到 在绝大多数抑郁发作之前都有一段压力巨大的时期 建筑现在拥有的智慧回收往事 我相信自己之所以会罹患抑郁症 其根源就是我没有正确地为生活中的各种事物 安排好优先等级 我也相信我之所以能保持长期持久的康复状态 就在于我确定了自己的目标 热情以及优势 并根据我的原因代码生活 同样让我坚信不移的是 从苦难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是获得康复的最重要的因素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鼓励人们去发现自己的目标 对我来说 实现个人目标的绝佳机会就是帮助澳大利亚成立 你还好玩日 I am ok day 2009年加文拉金 找到了我 他是一家网络公司的CEO 14年前他失去了父亲巴黎 巴黎死于自杀 巴黎曾经是加文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存在 他的死对加文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加文觉得自己整个人都破碎了 他再也无法修复完整 后来他发现自己很难和年幼的子女沟通 因为他们对祖父一无所知 而他却一再徒劳地向他们解释巴黎如何带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 这些经历和感受累积在一起 点燃了加文想为自杀干预做点事情的热情 加文找到了一位名叫亚尼娜·尼恩的朋友 对方是一位电视制片人 两人决定共同创立你还好吗日 其宗旨是向公众普及有关自杀的知识 让他们知道向自己关心的人伸出手 问一声你还好吗有多么重要 我几乎立刻就全盘接受了加文的观点 因为从自身的经历中 我知道给与那些身处困境的人 同情和情感支持有多么重要 当时离计划中的第一个你还好吗日 还有六个月我马上全身心投入了筹备工作中 希望能取得辉煌的成功 在那六个月里所有的活动都像旋风一样全面展开 对这项工作我自愿投入了数百个小时的时间 当时加文正在问一下名叫 STW集团的澳大利亚传媒组织工作 这家传媒组自旗下的诸多分公司 网络了很多网站开发 市场调查 公共关系 游说 广告 社交媒体等方面的专业人士 加文说服了STW集团的CEO 迈克·康诺汉 为活动提供无偿的专业服务支持 这是我们最终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早期的活动亮点包括 澳大利亚所有的精神健康慈善组织 都签名支持 你还好吗日的成立 澳大利亚新闻集团 统一提供社论和广告支持 联邦卫生和老年部部长向国会提交了申请 匈·杰克曼 辣奥米·沃茨和西蒙·贝克提供了视频支持 成立了一个可以在工作场所推行的项目 让成百上千的组织参与了进来 向5000名医生的办公室 派送海报和其他资料 澳大利亚总理签名支持 在邦大海滩上空打出了你还好吗的横幅 在Facebook Twitter YouTube上面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造势活动 这个像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的大事件 最终迎来了非凡的成果 数以百万计的澳大利亚人参与了当天的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 这项运动轰轰烈烈的发展壮大着 在我参与过的所有活动中 这是最值得去做 最有意义的一个 当然 他也激励着我朝着康复目标 迈进了一大步 特别元 这故事 就是